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导数 导数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呢 导数的观念就是由物理的顺时速度而来的 我们在高中物理的时候呢 有学过顺时速度呢 它就是平均速度的极限 那平均速度我们在国中语化就已经有学过了 平均速度它的定义就是位语除以时间 那如果用词号来表示的话就是Δx除以Δt Δx呢代表位语 那Δt呢就是代表时间 那既然顺时速度它的定义是平均速度的极限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数量的速度它的数学符号就是可以写成的 我们就是因为这里是极限的 所以我们就是把平均速度来起极限 也就是我们让Δt去区迅0 这样子就可以得到顺时速度 它定义是这样的 那所以呢 在时间T0的顺时速度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也就是呢 T让区迅0T0 那这个分母就是t-t0 那这个分子呢 就是s of t-掉s of t0 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这个三角形 各位同学应该在国中以后 就已经有学过了 Δ它是代表 这个两个x的差 那这个定义 跟这个定义 是完全一样的 为什么呢 现在你看这跟t接近于t0 我们的data t 它是等于t-t0 那既然t接近于t0的话 那么这两个相解一定是趋近于0 也就是呢 这个data t是趋近于0 所以跟这里是一样的 反正根据data的定义的话 我们知道t-t0就是data t 那x of t-掉s of t0 就是data x 所以这两个定义是一样的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一个例题 这一个例题 其实你在高中物理 第一册或第二册 就已经有学过了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怎么做这一题 我们来看这个定义 第一记号 在数学上呢 我们把一个函数 它在两个点的差值呢 我们定义为data fx 也就是了data fx定义为f of h加 h减掉fx 那当h770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data的记号呢 改成d的记号 也就是呢d fx定义为mini的h770 fx加h减掉fx 这边加一个挂号比较好 这样子 所以呢d fx的记忆呢 就是非常靠近的两个点 fx就是fx加h 还有fx它的差值 所以这两点 它的差值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定义 可为的定义 我们说函数fx加x可为 可为的英文就是differentiable 也就是呢 如果这一个极限存在的话 我们就叫这个函数fx加x可为 那这一个极限呢 我们就定义为d fx除以dx 这个的符号呢 跟这个符号是一样的 也就是呢 你要写这样子 也没有关系 要写这样子也没有关系 那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定义为写成这样子 f'x 那这一个跟这一个跟这一个呢 我们就叫做f'x在x的导数 就是drivative 那这一个极限呢 我们在数学上的意义就是 曲线y等于f'x 再点xf'x的切线协力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图一 这一个图 你看这一点它是xf'x 然后这一点呢 它是x加h f'x加h 那这两点的直线的协力就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h把它缩小 所以得到这一个图 把h缩小得到这一个图 就是现在呢 因为你h缩小了 所以这个f'x加h f'x加h呢 这个点呢 它越靠近这个f'x这个点了 所以它两点连起来的直线的协力呢 就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缩小h 也就是我们让h缩小0的时候呢 这个xf'x 还有x加h f'x加h 这两个点呢 它是重合在一起的 那所以呢 这个极限它的定义呢 就是点xf'x 它的切线协力 原来呢 原来呢 你这一个分母呢 它是x加h 减掉x 那分值呢 它是 f'x加h 减掉f'x 所以呢 这个x加h -x分之 f'x-f'x呢 它就代表一种协力 是没有问题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一个例题 f'x 在x等于a的导数 就是f'xнож 是等于这样子 也就是呢 你把这个定义的x 改成a就对了 你看这个x把它改成a 就是f'x0 and 这个x也改成a 这个x也改成a 就可抵到这一个 这样子 然後呢這一個極限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寫成 limit x benut сюда 然後 divided x 點掉 ですね 也就是這兩個極限的寫法是相等的 為什麼會相等呢 老師來證明一下給你看 我就是先令x-a等于h 也就是x等于a加h 但你看 你这里是f趋近于0 也就是这一个趋近于0 那既然这一个h它趋近于0的话 所以x一定是趋近于a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极限下面的h趋近于0 把它改成x趋近于a这样子 然后这个a加h 我们在这里已经知道它是等于f 也就是把它换成f 而其他的这个h 也就是把它改成x-a 所以这里是x-a 所以我们就证明出来了 这两个极限 的表示法是相等的 它们都是可以来代表f' f'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柱 这一个呢 我们就叫做x3 那第二个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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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等于3的导数 注意一下这里是导函数 那这里是导数 也就是说呢 如果没有特别指定一点的话 就叫做导函数 那如果有指定特别的一点的话 就叫做导数 这是导函数跟导数的差别 那再来第三个 这一个意思跟这一个的意思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两个表示法是相等的 那如果x等于x太长的话 通常我们都是写成这样子 比较好看一点 比如说 如果x等于x等于x3加上3x平方 加上9x加上6 这样子 你看这个fx它很长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写成这样子 比较好看一点 写成这样子比较不好看 也就是我把它写成这样子 d除以dx 然后这边x3次方 加上3x平方 加上9x加6 这样 写成这样子比较好看 但你如果写成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就是把fx摆到分级 写成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但是比较不好看一点 那如果fx它很短的话 比如说fx等于x5次方 那你就是把它写成 d除以dx 这样子也很好看 那写成这样子也很好看 这样 刚才我们再加一个挂号 这样子比较清楚一点 那各位同学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这两个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这两个表示法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 你看一下 它的分明呢 就是我们把a加h减掉a 那这里也是一样 它的分明呢 就是我们把过号里面的东西 减掉过号里面的东西 也就是f减a这样子 所以呢 就是这两个表示法 它的共同的地方 再来我们来看这一个范例 效率合者不是f'a 那a选项跟c选项很明显 就是这个立体 所以ac它都能代表f'a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判断b跟d 哪一个不是f'a 我们先来看b好了 b的话 我先认为b等于a减2h好了 那所以呢 这一个a给h我们把它改成b 这样子 然后减去呢 它身边f'a加h有就是呢 你现在把这一个等式加上h 就可以得到b加2h 等于a加h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a加h呢把它改成b加2h 这样 然后呢这个h造超 你看h770 那所以呢2h也一定710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h710改成h710 这样 为什么我要改成h呢 因为你看你这里是2h 这里也是2h 所以呢 你把它这个h改成h 比较好看出来 那接下来 果律k等于h 那所以呢这个h我们把它改成k 那这个h也改成k 这个h也改成k 这样子 那所以呢 现在这个极限呢 就跟这个是非常类似的 也就是你把这个极限的a都改成b 把这个极限的h都改成k k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极限 根据 这一个定义呢 我们知道它是等于 你把这个a改成b就对的嘛 也就是f'b 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v呢 它等于a-h 所以呢 这个f'b呢 又来等于f'b'a-h 这样子 那因为它说h7就是0 所以这个h就是0 我们不用看它了 所以呢等于f'b'a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知道 这一个极限呢 就是要等于f'b'a 这样子 所以b 它也能代表f'b'a 那再来我们来看V选项 V选项 V选项它很明显不对 另外呢 这一个分母呢 它应该是要摆h才对 应该是要摆h才对 而不是摆a 你把a的话 这个分母就不能趋近于0 你看我们在这里 分母趋近于0 这里分母也是趋近于0 这个导数 导数的话定义就是你的分母要趋近于0 那在这里分母不趋近于0 所以呢 这题我们选b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一个范围 所以我们要求 这一个函数的导函数F'b'a 那么呢 我们根据定义 就可以把f'b'a b'a 写成这一个极限 等于你就是把这个X都改成xx Put 就是这个它是代表f'b',然后这一个 是代表 f 的 x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一个跟这一个合并 也就是这里 然后这一个跟这一个合并也就是这里 然后接下来 这一个三次方减掉三次方 我们可以利用国中数学学过的这一个公式 也就是 x 三次方减掉 y 的三次方等于 x 减 y 乘上 x 平方 加 x 平方 加上 y 平方 这一个公式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个呢 把它画成这样子 然后这一个呢 我们也是利用国中数学的公式 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这个 x 加 h 减 x 我们可以把 x 消掉 只留下 h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x 跟 x 消掉 只留下 h 这样子 那这一个 h 可以跟这里的 h 消掉 所以只留下这样子 然后这里是叫 h 趋近于 0 但因为 h 趋近于 0 这个时候呢 不会让这里发生分母是 0 这一种无一一的情况 所以呢我们就是直接把 h 等于 0 带进来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 0 不用看到 留下来 x 平方 也就是这里 然后呢 h 等于 0 带进来 所以呢 这边就是 x 乘上 x 得到 x 平方 然后这个 x 平方 再超 然后这个 h 等于 0 带进来 然后 x 加 x 得到 x 那 x 乘上 5 得到 x 所以呢 答案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个范例 它说 f x 呢 满足这两个细节 要怕你求 这一个极限等于多少 那我们先把题目 照抄在这里一下 然后呢 等于 这个 常数呢 可以先提出来极限外面 所以这里是三分之一 然后呢 这里 我们可以把它减掉 f 的 1 为什么呢 因为 f 的 1 等于 0 所以呢 你这边 就等于是减 0 所以跟这里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 f 的 1 加 h 然后呢 这一个极限 我们根据定义 也就是 根据这一个定义 也就是呢 那你等 这里的 a 都改成 1 就对了 所以呢 你可以得到 这个极限 其实就是 f prime of e 那 f prime of e呢 它题目已经告诉你是等于 -15 所以你再进来 得到答案就是-5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个范例 它说 f prime of e 等于 a f prime of e 等于 b 那它要求 这个极限等于多少 那我先把题目 照它在这里 然后呢 我把这里 把它减掉 f of e 然后这里加上 f of e 为什么我可以写成这样子呢 因为你看 这两个相加起来就是 可以互相消掉 所以这里的分值跟这里的分值 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极限拆开来变成两个 也就是拆开来变成这两个 然后呢 f prime of e f prime of e 呢 它是常数啊 所以可以提出来 这个极限在一面 没有问题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呢 把它改写成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极限的分值跟分母呢 都乘上x加1 所以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然后 这个x三四方-1 我们 可以把它写成 x-1乘上 x平方加x加1 这只是国中数学的公式而已 然后这个分母的x-1 可以跟分值的x-1消掉 所以只留下这个 也就是这里 然后这一个极限 我们照抄 然后接下来 它这里是x-1 但因为x-1 不会让这一个出现 分母是0 这一种无疑的情况 所以呢 你可以放心的 把x-1带进来这里 就可以得到了 它这边就是等于3 然后你看这里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一个极限 你看 这一个极限呢 它这里x-0-1 那x-0-1的意思就是说 x平方也要x-0-1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x-0-1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x-0-1 改写成x平方 7-0-1 那你看 这一个极限呢 它就相当于 我们把这一个极限的x 都改成x平方 然后a呢 改成1 所以呢 我们知道 这一个极限呢 它是等于f-0-1 所以呢 我们把它改成f-0-1 这样子 然后这里 它说x-0-1 所以呢 可能这个x-0-1呢 就是等于2 这样 然后f-0-1 它等于a 带进来 f-0-1 等于b 带进来 你就会得到最后的答案就是 3a-2b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一个方法 我们要求f-0-3 那根据 导数的定义 我们知道f-0-3呢 它是等于 这一个极限 也就是呢 你把这个a 都改成3 就对了 那呢 这个分子 我们利用国中数学的公式 可以把它写成 x-3乘上 x-3 然后呢 这个 分子的x-3 可以跟分母的x-3消掉 所以只留下x-3 所以答案就是6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一个范例 答案以求f-0-2 那我们根据 f-0-2的定义呢 它就要来等于 这一个极限 这一个呢 就是f-0-x 那这一个 就是f-0-2 那呢 等于呢 你先把这一个算一下 它就要来等于1 然后我们把这个1呢 搬到这里来 我就可以得到 它这里变成 x-4 x-4 加4 那x-4 加4呢 它就要等于x-2的平方 然后我们把 这个x-2 跟这个x-2消掉 我们就留下来 只有一个x-2 这样子 然后呢 你看 这个m7-0-2啊 那所以呢 这边就是3乘以2-4 得到分母呢 就是得到4 然后分值呢 就是2-6 得到0 所以答案就是0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这一个范例 我们要求f-0-3 那f-0-3呢 根据定义 它是要等于 这一个极限 也就是我们利用 这一个定义 你把a 改成3 就对了 然后呢 这个x-3呢 我们可以把它 因式分解成 这样子 然后分值 跟分母可以消掉 所以留下来这样子 然后你把x等于3 带进来 就可以得到 更到3加更到3 得到 0 更到3 所以答案就是 6分子等到3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定义 左导数 跟右导数的定义 這個h205x-fx-fx-f-x-x 我們定義為l villain 那我們稱她為右導數 那這個h205x-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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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我們定義為l villain-fx 那我們稱他為左導數 那根據極線的定義呢 這一個極線 它能存在的條件只有 左导数等于右导数的情况 因为我们在前面第二章就已经有讲过 极限它存在的话 左极限一定要等于右极限了 所以它这一个极限要存在的话 它一定是左导数等于右导数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以下定理 一个函数f1x在x可微分的话 if and only左导数等于右导数 因为我们定义一个函数可以微分的话 这个极限它存在了 那这个极限要存在的话 它左导数一定要等于右导数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定理 为什么是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范例 它让你证明说绝对是x在x等于0 是不可为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个 我让这个f on x它等于绝对是x 然后这个limit f就是0 因为你是要求x等于0的 0是不可为的 所以你这边你的x呢 你要带0下去 然后让这个h去运0 所以这边就是f0加h 减加f0除以h 然后等于因为f0加h 它是等于这样子 然后f0呢它是等于0 那所以呢这个分值的话 简直下就是绝对值h 然后它等于如果这个h它是由右边来往左边 逼近0的话 那么这个h呢它就是正的 所以你把这个绝对值把它拿掉的话 因为h是正的 所以是h除以h 所以是等于1 那如果h是由左边往右边来逼近0的话 那么这个h呢 它就是一个小于0的数 所以你小于0的数的话 那你要把绝对值拿掉的话 一定要是要乘上一个负号 所以是负h 然后你这个分母它是h 所以呢 负h除以h的话 就是等于负1 所以呢 你要看一下 你的左极限 它是等于1 右极限呢 它等于负1 所以左极限不等于右极限了 那这个极限呢 它当然是不存在的 所以呢 这个你不满足了 这个结论了 你不满足了这个结论 左导数要等于右导数 它才可为啊 所以呢 我们知道呢 绝对值x 在x等于0是不可为的 那接下来我要看一下 这个范例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你把这个绝对值x 把它做图一下 就是这一条打钩的这一条线 就是这一条出线 那我们刚刚就已经有证明说 它在x等于0是不可为的 所以在这一点 它是不可为的 你看它这一点的话 它是一个尖点 它是一个尖点 那它左边的话 它直线的斜率是这样子 它右边的斜率是这样子 它两边它斜率不一样 所以它不可为 因为导数基本上就是一种斜率 那你左斜率跟右斜率不一样的话 它当然是不可为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可为分的函数的定义 如果FMS在它的定义上的每一点都可为分 注意一下 一定要每一点都可以为分 那么FMS就称为一个可为分的函数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翻译 这个绝对值X它就不是一个可为分的函数 因为它在X等于0这一点是不可以为的 只要有一点不可以为它就不是可为分的函数 一定要每一点都可以为它才是一个可为分的函数 虽然说这一个绝对值X它在除了X等于0的地方都是可为的 比如说这个绝对值X它在X等于2可不可以为 当然可以为不幸的话你可以自己做一下 我现在呢可以做给你看FMS呢 肯定它是等于0的函数X 那所以FCloneOf2根据定义的话它下来等于呢 那么分容X减2分子就是FMS减去F2 那F2就是你把X带2下去也就是绝对值2 所以就是等于2 那FMS等于绝对值X你把它带进来得到绝对值X 那因为这里F趋近于2 那在F趋近于2的地方我们知道S大于0 不管F它是从左边来趋近于2 或者从右边来趋近于2 X呢都大于0 所以呢绝对值X呢我们可以直接把绝对值拿掉 得到X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既然X大于0这个绝对值X它就是等于X 这样子 那其他的点各位同学可以一起类推 所以呢绝对值X它除了在X等于0以外 都是可以为的 全值X呢它只有在X等于0 这一个点是不可以为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范例 它给了一个函数F 它在X大于等于2的时候F 它等于X加2 那在X小于2的时候呢 这个F它等于X平方 那它要你求3X等于2地方 这个函数F是不是可为 那因为你这一题 你是要求3X等于2 这个函数是不是可为 所以呢 你这里呢 X你要带2下去 也就是得到我们这里 那因为你要求它是不是可为了 所以呢你一定是要判断说 左导数是不是等于2导数啊 所以我们先来看左导数 你就是当这个H去去0负这样子 那这个 因为你H去0负啦 所有的这个H 它当然是小于0的 所以2加H的话 它一定是小于2 那既然你的2加H小于2的话 你当然是一定要看这个下面这一项 也不可能看下面这一项 所以呢 你就是要带X平方下去 所以这个X等于2加H 都到这里X平方来就是2加H的平方 然后减掉F12 因为呢 X等于2的时候 这个函数是X加2 所以这边我们要带X等于2到这里来 就是2加2 这样子 然后你把这一个化检一下呢 这个分子化检一下 就是X平方加4H 那你把这一个分子跟分母做约分 你得到这样子 那得到这样子 你把这个H去0负带下去的话 你就得到了0加4 它等于4 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右导数 因为你左导数已经求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右导数 是不是也会等于4 如果右导数等于4的话 那当然没有问题 它是可为 但是如果右导数它不等于4的话 那这个F在X等于2 就不会可为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右导数 那一样我们把这个照抄一下 因为我们是要在求X等于2它的导数 所以是写成这样子 那因为我是要求右导数 所以这边是要H去0负带 那既然H去0负带的话 H它是大于0的一个数 那所以2加H的话 它一定是大于2的 那既然你X大于2的话 你到底是要用这个H加2 所以你2加H 所以X 现在是2加H的话 就是2加H加2 那现在就是得到这里 2加H加2 那因为你的F2 你知道你X等于2 它是这个函数 X加2 所以呢你这边就是X 把它带2下去就是 2加2 就这样子 那你把它化解一下 你得到分值 它是等于H 那分母也是等于H 所以分值的H跟分母的H 可以相消掉它等于1 所以呢 这个极限就等于1 那你看你的左导数是等于4 而右导数它是等于1 所以左导数跟右导数是不相等的 所以呢 这个极限呢 它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根据呢 这个结论 Fx再X等于2 是不可为的 那其实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图画出来 然后看它X等于2的地方 左边的斜率 是不是会等于右边的斜率 因为导数基本上就是一种斜率 所以呢 这个可以看作是 左斜率是不是等于右斜率 如果左斜率等于右斜率的话 它当然可为 那如果左斜率不等于右斜率的话 这个当然是不可为 那你来看你这一题 左斜率的话 跟右斜率 左斜率是 应该是这样子 右斜率呢 它是这样子 所以呢 左斜率跟右斜率的话 它当然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X等于2的话 它当然是不可为的 那老师再来举一个例子 F等于S等于S平方 这个函数呢 它就是一个可为分的函数 因为 在它的定义 所以也就是F属于时数的范围 这个函数都是可以为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2 由F的S得到F的S的过程呢 就称为将F回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定义 如果FOX在X可为 那这个FOX在X 它一定是连续的 那我们来证明一下为什么 因为FOX在X可为 也就是说呢 你根据这个可为的定义 到这一个极限呢 它要存在 所以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要证明这个FOX在X 必连续 所以我要证明这一个极限 它要等于0 因为如果这个极限等于0的话 这个 它就会导致 Limit的H对0 FofX加H 它等于FofX的结论 也就是呢 这个FofX在X 是连续的结论 所以我先来看这里 我怎么把这一个Limit 把它导出为0 那我们就是 把它 这一个根括号里面的这一项 把它化成这样子 因为你H跟H可以消掉 它H跟H消掉以后 就是只留下FofX加H-FofX 跟这也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问题 然后你才把它拆开来 变成这样子 因为呢 这个极限呢 你知道它是存在的 你在这里知道它是存在的 那这个Limit的H对0 那当然也是存在的 这是可以说废话 它一定存在的 因为它这样的话可以等于0 所以是存在 H对0 然后这个极限呢 是等于0 所以它当然是存在的 没有问题 所以呢 我们前面就已经有学过了 如果这个存在 这个也存在的话 那么 它的箱层的话 就是可以把它拆开来 就拆开来像这样子 所以呢 你这一体呢 你是可以把它拆开来的 可以把这个拆开来 没有问题 那它等于 因为你这一个 根据我们导数的定义呢 它是FofX 所以这里啊 我们的定义 FofofX 我把它写成这样子而已 那这个LimitH对0 H呢 它是等于0 那这个0 乘上FofofX呢 它一定是等于0的 所以呢 我就证明出来 这个LimitH对0 FofX 减掉FofX 它等于0 那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FofX 把它搬出来 这个极限的外面 因为它这个FofX 它根本没有牵涉到H 所以我把它搬出来 这个极限的外面 这样子 所以呢 我就证明出来了 这个式子它成立了 就是LimitH对0 FofX加H 它等于FofX 所以根据我们连续的定义呢 那这个函数FofX FofX再X 它是连续的 好 那我们在这个店里知道呢 FofX再X可为 FofX再X一连续 也就是可为的话 就一定连续 但是反过来说 连续的话 是不是一定代表可为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结论要看的 结论2 我们会看到 连续它并不保证可为的 但是可为的话一定连续 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 不可为的点 什么是不可为的点呢 第一个 尖点 还有不连续的点 为什么尖点它一定是不可为的呢 因为呢 尖点的两侧邪律不一样 也就是左右导数不一样 因为导数基本上它就是一种邪律 那左导数的话就是 左邪律 右导数就是右邪律 我们在这里知道呢 可为的话 if or not if 左导数等于右导数 所以呢 那你尖点的话 你尖点的话一定是 一个尖金的点的话一定是 左右的邪律不一样的 所以尖点当然是不可为的 那第二个 不连续的点 不连续的点一定不可为 那我要这个定理证明出来 因为呢 你这里 若f or x 可为的话 我是p 然后这边是q 那p暗示q 那非q的话一定会暗示非p 这我们在第一单数学 就已经有讲过了 p暗示q的话 也就是代表说非q 会暗示非p 那这个非q呢 就是f or x 在x不连续 如果f or x 在x不连续 也就会暗示说呢 这个非p就是f or x 在x它不可为 这样子 我们在数学答案 就已经有讲过 p暗示q的话 非q的话暗示非p 这个p呢 就是f or x 在x可为 这个q呢 就是f or x 在x b连续 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第二题 就是第二个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不连续的点 会不可有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 可为必连续 但是连续不保证可为 比如说我们 在这个翻例2里面呢 你在x等于2的地方 它是连续的啊 但是呢 因为呢它连续的地方是一个尖点的 所以呢它不可为 所以连续的话 便会保证可为 那第三个 我们来看到 可为的条件 可为的话 它一定要连续 而且 左导数 等于右导数 这样子 接下来 我们来看几个例题 来说明 这一个结论 第一题呢 它是一个是非题 很容易 那这很容易 因为呢 我们知道 可为 必连续啊 所以 这一题是对的 那再来 这一题 这一题呢 它这里告诉你说 Fofs 在x等于a 连续 然后呢 Fofs 在x等于a 处的 导数是不是存在 这当然是不一定的 因为它这一个条件呢 只告诉你说 Fofs 在x等于a 是连续而已 那连续呢 并不代表可为 也就是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 连续呢 并不保证可为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一个例题 我们知道 x的高斯 在x等于a 这个极限 它是不存在的 那它要问你说 a±2 存在吗 这当然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 这一个极限不存在 就代表说呢 这个Fofs 它在x等于2 是不连续的 那不连续的地方呢 一定是不可以为的 这是可为必连续 暗示连续 那所以呢 我们利用第一策 学购摩集的观念 FQ 暗示非B 我们就可以得到 不连续的话 就是暗示 不可为 就是暗示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一个例题 C的函数 和久在x等于0 可以为分 a它很明显 是可以为分的 那V呢 V这一个函数 它只有在x等于-3 是不可以为的 其他的点呢 都可以为 所以 这个函数 在x等于0 是可以为的 那再来C C 这一个高次函数呢 它在x等于0 是不连续的 所以呢 它在x等于0 不可以为 那再来D D 它在x等于0 是一个尖点 所以呢 不可以为 那B选项 B选项 B选项 可能就是利用 教导数等于要导数 来证明出 它是可为的 那我们为了方便 这些几件呢 先把这个绝对比拿掉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就是x等于0 第二段就是x等于0 我们先来看 x等于0的时候 当x等于0的时候 你就是直接把这个绝对比拿掉就好了 所以这里是x等于x 得到x0 那再来我们来看x等于0 x0 你如果要把绝对比拿掉的话 一定要加一个负号 所以呢 x乘上-f 得到-f0 这样 那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看 折导数 还有右导数 特别是折导 我们先来看折导数 所以就是x7 7 0 4 f of f 减掉f of 0 x-0 那x等於0等於多少 你就是把x等於0帶進來 那x等於0的時候你要用這一個 還是要用這一個 當然是這一個 因為這一個是發生在x等於0的時候 這一個沒有包含x等於0的時候 所以你把x等於0帶進來 這一個你就可以得到0的平方 也就是等於0 不用寫了 那這個0也不用寫了 這樣 然後呢 他說x 7至0 0負也就是x小於0 那x小於0的話你要用這一個 而不是用這一個 所以呢 這個x等於f呢 你要把它改成負x平方 這樣 然後呢 他再來等於limit x趨近於0負 然後 x平方 除以x得到-s 然後這裡 x趨近於0負 所以你就是直接把x等於0帶進來 得到0 得到0 所以呢 我們得到得倒數呢 等於0 0 得到數等於0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 右打數 右打數 右打數根據定義的話 它就是要等於x7至0 0正 然後f的f 然後我們來看 x7至0 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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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是一个游里数 那么S的R次方来做维分的话 它就要来等于呢 我们把这个R翻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R选去E这样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题 折导数就是怎样呢 折导数就是你把这个 2把它翻下来 然后2-1得到S的一次方这样 然后呢 因为它是要再X等于0了 所以呢 这个X再0下去得到2-0得到0 所以折导数就是0 跟这里是混合的 然后再来右导数也是一样 你就是把这个2 然后翻下来得到2 然后S 它这里认为2-1得到一次方不用写 然后因为我们要求 X等于0处是否可为分 所以就是把X再0下去得到2 乘到0 得到0 所以右导数也是等于0 这个翻例 它给了你一个函数 F of x 当绝对值X大1的时候 这个函数F of x 它是X加1的平方分之1 这个绝对值X大1就是X大1 还有X小于-1 那当绝对值X小于等于1的时候呢 这个F of x它是等于4分之1 那这个绝对值X小于等于1就是X小于等于1 大于等于-1 那它第一题要问你说F 在X等于1 是不是连续的 那我们要判断它是不是连续 我们就是要判断Limit F of x F of x 是不是等于F of x 那所以呢 我现在看一下这个右极限 右极限的话就是F7的1正 那1正的话 F7的1正的话就是X大1 所以我是要看这一个 我不是看这一个 所以呢 你把这一个把它带下去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你F7的1正 那1加1的平方就是等于4 所以这边是1 4分之1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左极限 就是让X7的1负 X7的1负的话就代表说X小于1 那X既然小于1的话 那就是我们要看这一个 或不是看这一个 所以呢 这个X7的1负的话就是F of x 它要等于1 4分之1 所以你现在你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右极限跟左极限是相等的 而且呢 它等于1 4分之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F of 1是多少 F of 1的话就是X等于1 X等于1 它是等于1 4分之1 所以F of 1的话它也等于1 4分之1 所以你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 这个limit H7.1 H7.1 F of x 它等于F of 1 所以F它在X等于1是连续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F在X等于1是不是可为的 那我们要看它是不是可为的 就是来看它的左导数跟右导数是相等 也就是呢 看左斜率跟右斜率是相等 那你来看一下 在X等于1的左边呢 就是我们要看这个 但是左斜率的话我们是看这个的 因为呢 这个是X小于等于1 所以呢你知道你左斜率的话 它是等于0了 因为它这边只是一个常数而已 那再来我们来看右斜率 X等于1的右斜率的话 就是我们要看这个 那很明显呢 它不是等于0了 不然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做图一下 来看一下它左斜率是不是等于右斜率 那你会发现说呢 这个左斜率等于0 而右斜率不等于0 所以呢这个F呢 它在X等于1是一个尖点 因为它左斜率不等于右斜率的话 一定是一个尖点 那既然是一个尖点的话 我们就知道呢 F它在X等于1是不可为的 那接下来我来看3 3的话 它要问你说F在X等于-1是不是连续 那我来看一下 你这个-1的左極限的话就是这样子 你看你-1負 扶1贠的是X比-1还小 X比-1还小 我们就是这一个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 那你就是把这个取代œ ar avec 是这样子 那X 和41 你看-1-加1的話 它這邊分母幾乎是0 所以分母幾乎是0 然後分子不等於0 所以這個極限當然是不存在的 因為它B進入無窮大 當然是不存在的 所以這個F它不可能是連續 因為你不可能得到Limit 你不可能得到這一個結論 因為它這個左極限都已經不存在了 怎麼可能還要得到這一個結論呢 不可能的 所以F在A等於1是不連續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4 它問你說F在A等於1是不是可違的 那你由3你知道F在A等於1 它是不連續的 所以我們根據前面的可違的條件 這第三個可違的條件 可違的話它一定要連續 而且左導數等於右導數 但是你由3你知道 這個F在A等於-1 它是不連續的 所以F在A等於-1 它是不可違的